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一年幾節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 經濟問題 做了40年 大眾汽車 也跟你說做不住 不敵習近平 動態清零 好了 還有大量的城投債 城市投資債項 那些就是正正 就是等於一帶一路 為甚麼大搞一帶一路 就是因為想把債務輸出 中國大陸有大量的基建 大量的基建的公司和團隊 如果他們不能夠繼續做新項目的話 就會資不遞債 就會無以為計 所以他們又要開發新項目 要在他們爆煲之前 找到新的人 去揭露了筆數 所以他們就叫做輸出一帶一路 其實整個一帶一路 就是中國大陸瘋狂舉債 瘋狂大搞基建 之後 再將債務輸出外地 這件事就徹底解釋到為甚麼中國大陸 是如此積極 去大搞這件事 以及解釋到為甚麼中國大陸 可以發展了一種模式 出來 好像那麼久以來全世界 都沒有人做到 沒有人做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他那麼離譜 沒有他那麼大膽 這樣大幅舉債 都還可以當沒事發生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揭露中政監 中政監出來就是哭怕 其實中政監 是不自覺地爆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出來 就是中國大陸 習近平一心覺得要跟西方脫歐 但是其實 稍為 有識之事 稍為搞經濟 都會知道中國大陸 一旦 真的跟西方 跟發達經濟體是全面脫歐的話 所有東西 都會徹底崩潰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兩個頻道記得訂閱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式 我們也有免費的模式給大家支持 我們是說認真的 請大家 記得要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經營一定是困難的 但是我們也會盡力繼續做下去 最近這個Channel C跟你說 是難以繼續經營 本身要做媒體 其實是並不容易 特別是 如果重要 是要講真相 還要繼續講政治 其實就是更加困難 特別是這個叫做反對派 反對派報導 就一定是要針對著政權 針對著中國共產黨 這種報導 現在真的叫做買小見小 也有很多媒體 需要進行自我審查 雖然我們節目主持主要仍然是我們兩位 但是其實我們背後 也是有很多員工 繼續 需要工作 請大家確實 就做了 你拿著電話 拿著電腦就已經做到 所以 不要客氣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還有 安裝了Pi Network 按閃電鍵 我們再提醒大家 6月24日 我們是網聚 在倫敦這次 倫敦市中心的南邊 區域是SW4 SW11 詳細地址我們現在不會公佈 星期六的下午 這次場地比較小一點 所以人數有限 也請大家盡快報名 這次會有小食 當然會有我們演講 我們也有RHKTF Aconomy 自由香港學院推廣活動 繼續跟大家介紹 我們裏面的一些課程內容 希望所有 支持光復香港的人 記得要參與 當然我們也資源有限 時間有限 現在我們可以做的 依然 是用比較細形 規模 的方式去做 雖然我們也是很想繼續以台灣 黑熊學院作為藍本 繼續去做 但是當然 當然我們不是曹卿城 我們絕對沒有可能 跟著足 跟別人比較 希望大家真的盡力支持 這件 確確實實 是跟光復香港有關的事情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叫做中證監 中證監 就是出席 論壇的時候 不小心 爆響口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站在 正常有色之時 站在說經濟的角度 稍為用膝蓋想想想 你也會知道 除了真的是天才習近平 之外 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維持著中國大陸的權益 要維持中國大陸的經濟的話 經濟 本身就是一個地方的力量 所以我們也不停跟大家說 香港人始終 還是需要發展經濟的利益 因為那個是力量來的 錢和力量 不會無中生有 就算我當你今天有一萬個義勇軍 一萬個義勇軍就算肯不收工 跟你去做很多工作 他也還要吃飯 他也還要用裝備 裝備和吃飯 全部都是錢 就算一萬個人願意做義工 做志願軍 你也需要 有一萬個人的夥食 更加不要說更加多人 好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現在你要穩住的狀態 就是如果你跟 西方搞全面脫歐 搞全面脫歐 其實最直接的結果 當然不是西方害怕了你 西方是會有很多企業 會覺得是虧了大半 但是 有更加多的人 覺得長痛不如短痛 但是中國大陸就不一樣了 中國大陸如果跟西方全面脫歐 那麼他可以跟甚麼人重新掛歐 跟俄羅斯 跟伊朗 跟白俄羅斯 跟甚麼 沙特阿拉伯 還有中東國家 北韓 你跟哪個地方掛歐 這些地方有甚麼生意做 這些地方 有甚麼股票和金融 你告訴我 所以其實 中證監 出來 是不小心 爆響口 說中國大陸 不願意脫歐 不過好笑的事情就來了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的戰狼 不是這麼說的 說跟你脫歐沒問題 是你纏著我 我不願意跟你脫歐 現在就爆響出來 其實中國大陸不願意脫歐 正正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不能脫歐 如果中國大陸能夠脫歐 你猜會不會中國大陸跟你說我不願意 我要主動掛歐 其實聯繫匯率也是一樣 聯繫匯率 就是 香港主動掛著這個美元 其實就是要跟 西方掛歐 要保持著這個地方 假如港元 真的到最終 是被迫脫歐的話 香港的經濟 也不說其他問題了 肯定是會萬劫不復 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如是 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 他們還打算要用來賺錢的 就算被你封鎖了也好 我炒高的股市 還可以按到錢 還可以提現 但是如果中國大陸 這個金融體系 真真正正跟西方沒有關係 你猜還有多少資金 可以在他這個 垃圾金融市場 那裏按出來 其實他就是 當成這個是鑽油井 這個鑽油井之所以還能夠運作的原因 就是因為跟西方掛歐 假如 這個歐 正式鬆脫的話 中國大陸 就是變成跟俄羅斯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中正監出來大談 這個是脫歐問題 又說自己要做好自己 中方要加強交流 不是要拘捕外國人嗎 有大量戰狼是這麼說的 逢是說英文就是歧視 要全部對付他們 他現在還說要挫敗 脫歐的圖謀 我又很想知道 你國內如果有人叫脫歐你可以挫敗 如果美國和英國 還有歐洲 真的跟你脫歐 你又有甚麼能力 去挫敗這種圖謀呢 繼續給多些人民幣 給那些就是洋五毛 幫你繼續說故事 其實本身已經有很多洋五毛 華爾街 iBank Big Four 一直幫中國大陸 做盡壞事 自己賺到盆滿盆滿 現在 中國大陸要勒死這一班企業 這是好事來的 有那麼久風流 現在付出代價 中國大陸就是把自己的弱點暴露了出來 其實中國大陸 根本不具備 就是跟 文明世界全面脫歐 他要全面脫歐可以的 預備吃草 但是習近平真的這麼想 所以 中證監出來說不脫歐 中證監大一點 還是習近平大一點呢 大家想想就知道 國家主席給你做了好不好 現在你作主 習近平思想 你背了沒有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是暫時來到這裏 除非有特法話題 不過應該 暫時也不見有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都說不見了 請計劃